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一開始拿到劇本 我們在開劇本會議 想要做角色功課的時候 當然你會有很多的想法 可是在拍攝的過程 其實你必須要把這些事情 全然地交給雨婷老師 因為你一旦有想要 分配力道的時候 其實你會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地在角色裡面 對 所以其實基本上 每一顆鏡頭都是在那個當下 這也是雨婷老師這次 對我最大的要求跟功課 他知道我前面都會把劇本 準備好再去現場 所以他會跟我說 在我書畫的時候 他會說今天要拍的這場戲 跟劇本裡面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然後我說那他會變成什麼樣子 他說待會再告訴你 所以等到機器架好了 燈好了 他才跟我說 他才用手寫的給我一張飛頁說 待會這場戲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是完全不一樣 包括台詞 包括內容 對 那還有 他會發現我有鏡頭的意識的時候 他會加表演的指令 他會希望阿傑再找打火機 但台詞還是要繼續跟對手 情緒也要顧走位 他會一直加東西在表演裡面 那等到我打火機開始熟了之後 他就會跟美樹說 把打火機藏起來 所以你必須要真的找 真的在那個當下 對 還有他 一開始希望我沒有鏡頭感的那段時期 他不准我看回放 直到拍到中間 他知道我開始捨棄鏡頭 活在角色的當下的時候 他才願意讓我看回放 那我有時候會偷聽鏡頭 什麼尺寸 18 50 135這樣 所以他知道我有那個習慣 會有鏡頭感 所以機器在換位置的時候 他會叫我去不要再現場 應該是以前在做劇本功課的時候 自己會對於裡面的內容 做好所有的設定 包括哪一句話要做什麼 哪一個情緒應該要怎麼做 那如果機器在這邊的話 我應該怎麼辦 會有很多類似這種的預設 可是你會關掉某一個 跟對手流動的頻率 你會有一些關照不在對手身上 你可能甚至會有一些關照不在自己身上 你會照做 但不會錯 可是好像也不會特別精彩 當然是經由這次的經驗 突然發現 其實你只要全然的相信阿傑 相信你就是阿傑 好像不管機器放在哪裡 不管劇本怎麼改 你就是阿傑 這裡我要特別感謝影軒 因為她給了我很大的安全感 讓我百分之百的就是在阿傑裡面 因為她幾乎不會失誤 從拍攝開始到最後 台詞走位情緒 她就是在六三連裡面 對我現在回想起來 她幾乎沒有失誤 所以你會很有安全感的 把現在的所有情緒 台詞全部丟給她 她都借得到 然後再用她的情緒再返回來 所以吵架跟劉三連的戲 都非常的流暢 我喜歡阿傑打電話給劉三連說 你能不能來見宋正元的最後一面 的那一顆鏡頭 那顆鏡頭其實在一開始 做角色功課的時候都知道 那是一個非常難過的一場戲 對 玉婷老師也知道我是這麼想的 但到了現場她跟我說 你要笑 她說你要笑著跟劉三連說 你能不能來見宋正元的最後一面 那是一個自己從來沒有想過的表演方式 對 而且她打開了某一個悲傷的出口 對 反而你那個時候笑 看起來很堅強 可是 其實心會更碎 怎麼樣如何在表演的當下歸零 因為劇本是玉婷老師寫的 跟律師緣老師 那玉婷老師對劇本非常嚴格 尤其是台詞 在現場幾乎一個字都不能改 就是你所有看到她一個字寫出來的每一個字 你都要好好的說清楚 講好 那你有時候因為情緒會流動 所以你可能一個字兩個字會講的跟台詞不一樣 他就會說我們再一個 你剛才那個字講錯了 所以 你要如何在十次二十次的take之後 講同一句話一模一樣 但是你要聽起來像第一次 因為十幾個take 你不知道她會用哪一個 所以你每一個都要全開 對 這部分 全開完之後然後再歸零 下一次機器開機之後 你要 還是要想像是回到第一次一樣 這次的經驗是你 你要完全地活在那個角色裡面 用她的方式想事情 甚至到最後你會 你會分不清楚現在生活中 別人跟你說話 你現在的反應到底是阿傑的反應 還是自己的反應 那時候我就已經知道我就是阿傑了 會有一瞬間你會發現 這好像不是自己以前的回畫方式 或者是想事情的邏輯 他必須非常貼近自己 他有一種化學變化 你必須要找到什麼方法 可以讓自己產生跟阿傑的化學變化 我最早是從走路開始 玉婷老師提醒我 因為阿傑在戲裡面的念頭都在前面 他只有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把舞台劇完成 所以他的念頭在前面 他走路的身體重心就會改變 然後就花了一些時間 用阿傑的方式走路走走走 用他的邏輯想事情 想故事內容 想劇本沒有出現的其他他的人生 他在做什麼 我們甚至也花了時間排了劇本裡面沒有的故事 他好像慢慢的在你身體裡面長出來 他不是一瞬間的 你會感覺到他出現的 慢慢的在你身上出現 我覺得電影像夢 就是電影跟夢都有一個共通點 是你在看的時候都會沒有自己 在表演的當下也會沒有自己 但是它好像又真的發生過 事後回想又很像做夢 那它有可能會帶你到一個 你從來沒有想過的世界裡面 做夢也是這樣 有時候你夢了一個 你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 電影很像是 很像是夢